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我们是祢的爱情 祝祢是我们的生 用赞美打开城门 那预备你救恩的道路 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祷告的身体不安防 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祷告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我们是祢的爱情 祝祢是我们的生 用赞美打开城门 那预备你救恩的道路 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耶和华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祷告的身体不安防 让祷告的身体不安防 祷告的身体不安防 至于我们的生命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祷告的身体不安防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呼喊吧 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王 你将这城交给我们 大喊祷告的声音 不歇息 直到我们 看见不清 直到我们 看见不清 直到我们 看见不清 祖的名字合得很宝贵 以祂的名字 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以祂的名字 我们就得以回转 能够得着复兴 谢谢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是的 复兴你的座位的年纪到了 主啊 我们等候的时候也到了 主啊 我们看到世界好像是一片乱 但是我们就知道 主啊 你来的日子近了 主耶书 我们相信你必复兴我们 主啊 就从我们个人开始 从教会开始 从家庭开始 从各个的祭坛开始 主啊 你要复兴这地 主耶书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主啊 我们欢迎你 列天而降 主啊 改变这个世界 使它更去美好 更合乎你的心意 主耶书 你来的日子 我们终于等到了 主耶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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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神的爱子 耶稣 神的爱子 耶稣 荣耀君王 能力全力 只会共赢 愿照过全世界 耶稣 神的爱子 耶稣 荣耀君王 万有福福在你脚尖 世间的救赎主 耶稣 荣耀 尊贵 都归于你 万喜要回败 万口要承认 耶稣 我敬拜你到永远 经历不难 死亡不难 圣过耶稣的命 世上没有任何困难 圣过耶稣的命 一知难灵 救赎万点 都归于耶稣的命 灵类恐慌 争战的神 都归于耶稣的命 耶稣的命 超乎万民 荣耀尊贵 都归于你 万喜要回败 万口要承认 耶稣 我敬拜你到永远 耶稣 圣地爱子 耶稣 荣耀君王 万有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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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耶稣荣耀君华 万有福福在你交接 世间依旧属主 耶稣秘密 朝乎万民 荣耀尊贵 都归于你 万事要违白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 寂静不能 死亡不能 胜过耶稣的命 世上没有 任何困难 胜过耶稣的命 一致能力 救赎恩典 都因耶稣的命 一致能力 一致能力 振战的神 都因耶稣的命 耶稣的命 超乎万民 荣耀尊贵 荣耀尊贵 都归于你 万事要违白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 万事要违白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主 阿里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就是其实今世以后永远的神 我要敬拜你 你的名在前一世和其的名 主啊你是何其神 主啊你是何其如想 因此我的天气 我要叫你的孩子 其实今世以后永远的神 我要赞美你 我要敬拜你 用我的神 阿里路亚 为大请教这句神 是爱你名的主 主啊是的 耶稣别无他名 只有你的名可以 主啊四下来拯救 阿们 主啊因此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主啊今天 主啊你已经做成了功 主啊因此我们仰望你 主啊你名大有权柄 主啊你说 主啊在地上释放的 主啊你在天上要释放 主啊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要捆绑 阿们 主啊因为 主啊你已经四下你的名号 主啊让我们真真实的 倚靠你的名 主啊别无他名 唯有耶稣是我们拯救者 主啊因此我们 我们尊重你来赞美你 尊重你阿们 哈利路亚 万西要跪拜 万口要颂养 耶稣基督 你是我们的救主 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阿们 你是至高者 你是做宝座的 你是万王之王 阿们 你是自由拥有的 阿们 你是喜在今在永远常在的 阿们 我们尊重你 阿们 我们敬拜你 阿们 我们把你当的荣耀 归给你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把你当的荣耀 归给你主耶稣 耶稣的名超乎万民之名 阿们 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号 可以得救 耶稣的名在全地 何其的美 阿们 能力属你 权柄属你 智慧属你 公义属你 荣耀属你 万有都负在你的权下 我们要赞美你 阿们 主要你的名超乎万民之上 主要因你的名字 我们蒙恩得救 主要因你的名字 我们成为阿爸天父的儿女 主要因你的名字 我们能够享受 从天上来的各样属灵的福气 主要因你的名字 主要魔鬼都要站尽退后 亲爱的主我赞美你 你的名是配得承送的 主要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要不住地来赞美 我们不住地要来歌颂你荣耀的圣明 主我们谢谢你 以你的名字 主要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聚集 主要阿爸天父 主要我们来到你神的保重面前 我们就会得你的连续 蒙你的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主要我们谢谢你 我们的心此时此刻都向你举起 我们口要沉重 祝你荣耀的圣明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这时候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用读公读主的话语 好 我们一同来公读 我们也写聆听 我们也默想主的话语来敬拜他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六节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一到六节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物妖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必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道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样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银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 是使徒保罗 他在世的时候 最后的一卷书的最后一章 我们可以讲说 他是一个最后的遗嘱 也是一个最后的叮咛 对着他的属灵的儿子 提摩泰 也是对着今天历史历代 我们承接这个圣旨 承接这样的生命的 神的 我们这些阿爸天父的儿女 这些话都是在对我们说的 保罗在对提摩泰 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不是好像一个父亲 单单对儿子 好像我们一老卖老的 在对他讲出他的经历而已 他也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资历 凭着他外在的一些什么条件 我说无论是年龄 无论是他的学经历 在对他说话 我们有时候 我们对一些人 在叮嘱他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向他听进去 我们总是酷口婆心的 但往往有的时候 言者尊尊 听者渺渺 有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 好像老生常谈 有些话 我们久了 我们不见得会把它听进去 或者是阳风阴伟的 但是 这些话语 我们听或不听 会影响到 如果是永恒的话呢 你能够不慎重吗 我们地上我们人很聪明 我们对于出于人的一些什么 我刚刚讲到说 我们常常会有 上有对策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似的 你说你的 但是我做我的 就哪怕是 在这个世上 一个君王 在对他的属下 在发布这个命令的时候 用所谓的圣旨 人在接这个圣旨的时候 是非常的慎重的 跪接在那里 上面叫奉天成运 皇帝诏约 那么领受这个圣旨的人 都很慎重的 传达的很慎重 可是讲完了 他听完了 把策子往旁边一摆 然后他们就去吃喝玩乐去了 大有人在 这是世上 人对于天高皇帝远 对于这些的嘱咐 其实不太当一回事的 但是今天我们面对 我们所读到这段经文 你要一个分钟 非常郑重的态度 来聆听 来默想 来接受 来实现 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他是非常慎重的 我刚讲说 他不是以他的前辈的资历 他不是以他外在的 一些他拥有的一些地位 或者是什么 来对提摩泰说这个话 他一开始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是在神的面前 我在神的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 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祝福你 第一个就讲到在神的面前 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若你看到 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的时候 那个四伙物 各有六个翅膀 他们偏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在那里 不昼夜不住地说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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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神是习在 今在以后 永在的全能者 他们说这位神 他们在宇宙当中 他们是最接近神的 他们从过去 一直到现在的将来 他们不住在看 这位神的时候 是他们发出敬畏 这位神是全然圣洁的神 圣洁的神 今天保罗在 这位圣洁的神面前 在说这话 他这话何等的慎重 是里面不可以带有掺杂的 在《谢伯来书》 第十二章第九节 里面讲到说 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烈火 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这位神以佛所述 保罗说 我们有一位神 我们一主一信一神 这位神就是 朝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的 祂是在一切之上 惯乎一切之中 住在一切之内的 圣洁永在的神 他第二讲说 我是凭着这位审判 在活人死人面前 审判的主面前 说这个话 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七节 说人子又在他父的荣耀里 从众圣使者降临的时候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启示录最后一章 十二节也说 看哪 我必快来 要照个人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他是一位审判 活人死人的主 他审判我们的一些什么呢 马太福音 十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 那里面讲到说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共出来 因为要凭你所说的话 定你为义 要凭你所说的话 定你有罪 这位主知道我们所说的 知道我们所做的 他知道我们里面所想的 这位主 他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 他是绝对正直公义的神 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 说这个话 所以他随便 他不会随便乱讲 他不可以随便乱讲 他是非常的慎重 他说的不是闲话 不是你听了可有可无的话语 那是一定要听的 从宝座出来的话语 第三个他说 凭着主的显现 凭着主的显现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 你们讲到说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什么呢 就是他当跑的路跑尽了 首先他守住了 当打的仗他打过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就在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那日子要赐给他的 不但赐给他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爱慕他显现的人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这位主 永在的这位神 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告诉我们讲说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这位主 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不但来到这个世界 他为我们受死埋葬 降下阴间 第三天中复活了 复活 他复活了 他显给彼得看 显给十二个使徒看 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后来也显给保罗看 这位主 是习世 今世以后永远都是 他过去是 现在他是永远都活着的神 凭他的显现 他不是一个在坟墓里面 已经是 已经是 已经是过去式的 一个历史人物 不 他是活着直到如今的神 他在对我们说话 最后一边讲到说 拼得主的国度 主的国度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主的国度 是永恒的国度 地上的国度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国 历史上 也是所谓的 很伟大的一些的国家 你不管说 巴比伦 亚述 埃及 波斯 无论是罗马帝国 无论是近代的 一些的 所谓的大英帝国 不管是西班牙的帝国 不管是我们中国的 汉唐这些的大帝国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江山带有人 人才出 一代新人换旧人 所有一切 都如过眼云烟 这个国度如今安在呢 很多都没有了 有一些没落了 我有主的国度 永远都不会改变 这个国度 是永远存在的 老师我是凭着 这个永恒不变的 我在这个国度 在这位主的面前 我在对你说话 这是从宝座来的叮咛 是从宝座来的一个主父 在对我们说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物要传道 无论得失不得失 你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事实上我们已经所看的 所有的一切 把人弄得团团转的 使人 有时候他们活着 是迷迷糊糊的 使人随波逐流的 这一切 带人进入到灭亡里去的 事上所有的 这些的教训 不过带人 走向前面人 已经走过的道路 走向灭亡 虽然你有时候 你在活在世上 你听到很多人讲说 人生的道理是如何 但是永远没有去 办法帮你解开 人生的 这个结 告诉你 我们人死后 往哪里去 只有从这位 宝座上的主 习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神 告诉我们的 才都是真实的 才是永远存在的 他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把 那个永活生命的道 我们要把 宇宙纯净的 从神来的 真实的 这些真理 要把它传递出去 使人出黑暗 入光明 由死入生 不在灭亡里面 难道永活的生命 要传 你要去把 我过去告诉你的 我们过去 摩根得救人 我们听到真理 都把它传出去 而在这过程当中 他告诉我们 讲到说 我们需要被提醒的 就是 人不见得会喜欢 你所说的这一切 因为人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们耳朵发扬 我们就随从 自己的情欲 我们增添好多的师父 厌烦纯正的道理 我们人喜欢听一些 最终之乐 只能让自己 满足我们情欲 那些话语 但是末了 却引导我们到 永远的灭亡里去 耳朵发扬 如果你耳朵发扬 你今天如果是身体 肉体的这个病 还可以得到医治 鼠灵的耳朵发扬 甚至严重到 笼掉了 你听不见 那个警告的声音 你听不见 有人在呼喊 你赶快回头的声音 你就一定会 进到灭亡里去 幕后时代 主告诉我们 纯真的道理 会医好我们 会使我们听见 那个主对我们的呼唤 保罗对提摩太说 一定要在这个时代 我临走的时候 我连要就医之前 我一定要告诉你 要接续这件事情 告诉这个时代的人 赶快回头吧 回头吧 然后最后刚才讲说 你一定要 你勿要 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是的 今天早晨 我们要出门之前 我们今天早晨 我们要开始 新的一天之前 我主要求主 你让我明白 这一切之后 我做到我活着的目的 我不只是单单地听到 我要把你所 告诉我的真理 我要把它 告诉别人 免得他们在 那一个 因为耳朵发扬 结果他们不想听 结果我们因为 他们不想听 有时候我们怕得罪 他们不说 他们在永远的沉沦里面 造成永恒的遗憾 不 主啊 求你给我 一颗心 你在宝座上 对我说的声音 我今天活在今天 我就要把它活出来 也把它传递出去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非常的需要 我需要你 你来提醒我 你来告诉我 主啊 我就把你所领受的 主啊 这个真理 我要把它传递出去 使人跟我同德 福音的好处 主啊 不在灭亡里 主啊 不在彷徨里 不在绝望里 谢谢耶稣 赞美 主啊 主耶稣 谢谢你 主啊 你把你的话语 放在圣经里面 传递给我们 主啊 你说 哦 主啊 我们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主啊 专心的 主啊 来让其他的人 主啊 没有听闻过的 主啊 也来明白你的道 主耶稣 主啊 这道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 主啊 这道是从 哦 主啊 这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 主啊 你所嘱咐我们的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 主啊 得时不得时 主啊 让我们专心在你的道上 主啊 不仅我们 哦 听了 主啊 我们去行 主啊 我们也盼望 主啊 来帮助其他的人 也能够来跟随你 阿们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可以跟随你 主耶稣 我们不但要跟随 我们还要不断的传递 主耶稣 不要将恩典扣留在我们个人的身上 主啊 乃是要成为一个管道 主啊 让我们可以传 主啊 我们传出去 说出去 主啊 改变这个人 改变这个世界 主啊 这世界是属乎你的 主耶稣 不应该在黑暗的权势之下 主啊 当我们得着了你这大光 我们就要把这个光传递 主耶稣 不要让这个火在我们的手中熄灭 主耶稣 帮助我们 主啊 得时不得时 不只要专心 还要传到 主啊 我们若不传 我们真是有祸了 主耶稣 我们要把美好的福音 就是你自己传扬到天下 主啊 是的 得时不得时 主你保守我们心怀一面 主啊 虽然 主啊 有些在家中是唯一性主的 甚至在很多的环境里面 遇到很多的艰难 但是主啊 你让我们可以持守的心 是专心的跟随 主啊 让你话语练进我们 带领我们 主啊 让我们知道 主啊 经历主啊 这些主啊 是一个在当中 你极大的祝福 你要让我们可以经历这些 能够知道 你是有真有祸的神 阿们 你指主 你保守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家中 在我们职场 在我们社区 都能够为你而活 得时不得时 就是传你的话语 阿们 主啊 让你的话语 建立在我们每个人身里面 能够活出更像你 阿们 主啊 谢谢你 赞美你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如果不是你来找找我们 我们早就都灭亡了 是 亲爱的主啊 你为我们在世上 受了多少的苦难 多少的人嘲笑 多少人拒绝 主啊 今天你也在提醒我们 不管我们认为方便不方便 无论我们是否受欢迎 但是主啊 这个纯正的道理 一定要传出去 主啊 使人不至于 主啊 在黑暗里面 哦 主啊 他们进入到永远的沉沦 主啊 我渴望 主啊 你的生命充满在我们当中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我里面充满的 我口中就是要说出来 我们就是要见见出来 让更多人 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以你的名 他们能够跟我们 一同的蒙恩得救 谢谢主随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耶稣的名 照顾万民 荣耀终归 都归于你 万喜要归败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